这段视频来自印尼的抖音用户 上传日期为2022年1月30日 拍摄者声称他是首位登机的乘客 视频能看到机舱内并没有其他乘客 只有两名空姐在机舱的入口处 其中一人正在迎接他 可是后来拍摄者发现这段影片有一些不对劲 一个黑色的物体在机舱中央右手边的座椅上晃动 像是一个长发白脸的女子在椅子上往后望 但当时他并没有看到那张椅子上有人 超越细的女子在和这样的电视频 是一场原则跳的女子的女子 是一场原则被摄影 太小了吗? 她是一场原则的女子 一场原则的男子 就是一场原则的女子 这段视频来自美国的抖音用户 这名男子声称他在儿童游乐场拍摄到一个白色人影 大家对这个视频有什么看法 我们不妨将画面停格 然后调整光线看看那到底是什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段流传于网络的视频来自马来西亚的抖音用户 Shima Rusli获得超过600万次观看量 2022年3月 Shima Rusli与男朋友坐摩托车经过一间花园拍屋 突然看到一个诡异的人站在铁门内往外看 他们于是掉头探个究竟 诡异的人依旧在那里 你们看看那到底是人还是鬼 有 我过了 帮我过去吧 金人 那 questioned 惟唉 突然 你 在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名为索菲克·莱顿的女子 于2020年11月来到一间屋子当保姆 照顾一位名为Matt的小孩 索菲的雇主的家里 摆放着两个奇怪的娃娃 一男一女 像是正在玩捉迷藏的娃娃 感觉十分诡异 这是真实的吗? 我的天啊 看 另一位 这种娃娃在美国被称为超时娃娃 Time Outdoors 他们的造型就是一个正在玩捉迷藏的小孩 超时娃娃的造型和种类繁多 在亚马逊购物网能轻易买到 一些喜欢诡异装饰品的人士会购买 特别是在美国 自从索菲来到这间屋子之后 她渐渐感觉到屋子内充满着恐怖的气氛 感觉到捉迷藏娃娃会自己移动 有一天晚上 索菲感觉到屋内的电灯很诡异 索菲感觉到屋内的电灯很诡异 屋内的灯光几乎全熄灭 索菲听到捉迷藏娃娃身上的小铃铛声音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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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之后 灯光恢复正常 但仍然有一点闪烁 就在灯光闪烁的片刻 索菲看到一个小孩在沙发后面跑过 她以为是麦特 但却找不到任何人 刘雨 在审司中 突然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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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 気�есden 她会更像 那是谁我 有一天晚上 索菲一时兴起独自一人玩捉迷藏 却无意中拍摄到镜子内有一个黑影走过 你们有看到吗 这位名为Dephi Putri的网红 来自印尼万龙 在他的抖音和IG账户上拥有数万名粉丝 2022年2月的某个晚上 他在他的公寓的阳台上拍摄到一段奇怪的影片 一个白色的物体在楼下住宅区的屋顶上飞过 你们看看那到底是什么 Dephi Putri后来上传了一段白天的影片 显示该地区的原貌 我们不妨进行对比 看看那到底是白衣幽灵在夜空飘荡 或者是其他物体所造成的 拍摄者是一位名为Alex的男子 他说他的朋友亚当斯 也就是镜头中这位男子 昨晚打电话给他 说他家里有一个被诅咒的扬声器 并叫Alex过来看 这把这个发动计签后 对这个鼻子拆了 按旁转按旁转按旁 好了 当下按旁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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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亚当斯突然变得暴躁 他最近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 Alex的手机晶片被打爆 后来他回放影片 发现一个红衣女子站在房内 倒映在窗户的玻璃中 你们有看到吗 这よね 这不... 这个功能 约arı在约inação forced 还有几个有的 红衣女子站立在房内的墙壁旁边,你们注意看 过了一个多月后,亚当斯在住家对面看到一个诡异 的女子站在门外,不知这个女子是否与之前的红衣女子有关联 我都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但我们必须离开 我都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披行者》是美国纳瓦或印第安人都市传说中的一种怪兽 由俄巫师利用黑巫术化身而成 《披行者》经常成为美国恐怖小说、电视或电影中的题材 除此之外,网络上也流传着不少据称为《披行者》的照片和影片 美国这对男女声称他们在亚利桑那州一个废弃的矿井中拍到披行者 你们看看这是不是真的 对象吗 对象 让我们进去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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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走 这位女子,在车内看到车外有一个诡异的女人 躲在篱笆后面看着她们 于是打开车窗拍摄到以下的画面 先离坐童 《行政前节目》 《行政前节目》 看看他不是看那儿 这段视频拍摄于泰国巴提亚 拍摄者为当地的一名女歌星 名为Bim Manasaya 2022年3月22日上传于她的抖音账户内 视频的标题和说明这样写道 这位女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我拍摄之前已经站在那里很久 她让我起鸡皮疙瘩 于是我轻轻按了一下喇叭 这位女子也因此稍微动了一下 有网友在视频下方留言 说她在巴提亚见过这名女子 她总是走两步,停两个小时 这段视频之所以爆红 并且在一个星期内引来了超过600万次观看量 是因为有一些网红说 这是尼达汤默的鬼魂 或是被尼达汤默的灵体附体的女人 一些人甚至认为 尼达汤默并没有死 她经常流连于巴提亚街头 神情显得非常哀伤 尼达帕查纳维拉潘 逆称汤默,意思为西瓜 一般被称为尼达汤默 是泰国著名的女演员和歌手 2022年2月24日晚上 与五名友人乘坐快艇时 最弱于梅南河溺壁 她的尸体在两天后才被找到 尼达汤默的案件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关注 案情至今扑朔迷离 有许多他杀或意外的说法 坊间和网络也流传着一些诡异的传闻 其中有人声称 在梅南河边拍摄到尼达汤默的鬼魂 除此之外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灵异事件 莫过于这名来自四色局的女人 据说她被尼达汤默的灵魂附体 说出自己死前的悲惨经历 并且呼吁大家尽快找到她的尸体 说她在一座桥下 感觉很冷很难受 以下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 取自抖音用户 我将它翻译成中文 原视频上传于2月26日 当时尼达汤默的尸体还没被找到 有什么事吗? 没有 文兰 国ה 他说 大学 大学 。 on goal tong no very m blah fields rappelle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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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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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m 就真的遵守 veces 后面有事 止 不是 pin 不会 Reporting 可不思议 你 тер 这样 就是 不会 baby 是 如何 dando 떨어� 我只會沒 sand 我只會 Brig 我有胸 thigh 妳還會不會 因為你不是太 Franc挫 我可能不知道 只有胸 我的胸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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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你若然 tang默默算了 你若然 difer你 feelings 我狙于不厉害 你越ない 你越来eking 我狙距 math quarters night 晚口拿下 晚口拿下 queste下 glut 珍珍珠 寥较 jog段 快�� 不久之后,他们真的在桥底下找到莫 不久之后,他们在桥底下找到桥底下找到桥底下 的森林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